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 中国股市在上个星期遭遇了两年来最惨烈的暴跌 上海综合指数下跌了将近10% 而深圳股市也下挫大约8% 部分分析人士认为这是由美股大跌所引发的全球市场联动反应 不过也有分析说中国特色股市与市场从来就没有太多关联 这主要是政府政策在影响 许多赔钱的中国股民把怒气拉到了社交平台 美国驻华使馆的微博涌进了上万封大骂中国证券监管部门的发言 最后他们不得不开始删帖 中国股民是何用意呢 中国股市是否可能再次陷入2015年的崩盘危机呢 今晚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 就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 第一位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 中国证券期货杂志的总编辑岳福盈 岳先生您好 你好 感谢您来到美国基因节目 第二位是旅美中国经济学者 也是中国危机大逃亡艺术的作者秦伟平 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基因的免费热线电话 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 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 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YouTube.com 斜线VOAChina 我想首先一开始先请教我们在北京的岳福音岳先生 先来谈谈上个星期 中国股市这样的一个暴跌的表现 主要原因是什么 我们知道各方说法不同 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美股所引发的世界联动的反应 但也有人不予赞同 您的看法呢 我认为这个这一次那个A股那个大跌的原因有多方面 当然了海外的与美股大跌的拖略有关 我认为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呢就是A股开年少时过快 19行情分化非常激烈 我们一看K线图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 开年之后出了四一连羊 接着又出现了七连羊 也就是说19个交易日有18天是羊线 这在A股历史上从来没见过的 可以说涨得非常快 刚才你们也爆了什么 涨了很多 但同时我们又发现一个现象 这波十一连羊行情 实际并不是所有股票都涨的 它主要是两桶油 在A股上所谓两桶油 就是中式油中式化 这就是超级大盘股 国企大盘烂筹 还有什么四大行 以及一些白马股 那么这类大盘烂筹股和白马股 它们股票的数量并不多 在股市上 整个股市商业公司加手当中也就占一成左右 也就是说占百分之十 所以这段行情只是这百分之十的股票在涨 其他百分之九十的股票都没有涨 都沦为了抗坑 这就是最典型的一九行情 就是百分之十的股票上涨 百分之九十的股票不涨 这就是A股常出现的一九行情 这是表现的特别明显 那么这一九行情背后还说明一个信息 也就是说这个只是个指数行情 并不是全面的走高行情 那么当引领行情的这些大方股 两桶油和十大行 持续拉升没劲的时候 没有形成板块轮动 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找到接班人 之后他们拉不动 大方股票就下来了 也就是说当初涨得太猛 肯定要引发大跌下跌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 我们还从这些几大篮筹 一九说起 这样引发了股市上机构的囚徒困境 我们发现这个一年以来 A股先是漂亮武林行情 接着是大盘战事故行情 演绎的非常火爆 他们成了A股的核心资产 也成了交易的资金密集之地 所以为什么资金都跑到这些大股里去呢 因为我们发现 A股去年有一个大的变化 就资金面方面有个大的变化 这就是基金非常火爆 基金发行特别火爆 我们注意到 去年年末发了几只基金 几百亿规模的基金 一天就抢光 所以当时在A股上买基金 就成为一种爆响的一个 出现这种现象 那么基金规模大了 基金损了什么样的股 他肯定能装下它 也就要买些大盘股 而基金大基金不是一家两家 很多基金都在规模扩大 所以他们不业耳同的 都得找流通性好的那些股票 就是自己能买进去 能卖出来 好的 岳先生 是 我们想争取 多听一听我们所有的 这个嘉宾的反应 能不能请您稍后 把另外两点再来告诉我们 我们先来听一听 这个秦伟平先生 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们知道秦先生 也一直在关注 是 谢谢您 我们知道秦先生 您也在关注 这个中国金融市场的 一些表现 您在去年也发表了 这本中国危机大逃亡 这本新书里面 也有很深刻的剖析 跟我们谈谈对于上个星期的 中国股市表现 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大家好 我觉得上个星期 A股随着美股的暴跌而暴跌 这个现象 我认为是非常正常的 首先最基本一点 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面 是比较糟糕的 除了官方公布的GDP增长率 到6.9%以外 这个我相信我们中国的投资人 中国的股民 也不太相信这个数据 实际上 A股这些上市公司的业绩 它得不到支撑 股票市场没有好的表现 这是非常正常的 那其次一个 我认为大家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记得是在2018年 应该是1月24号 停牌很久很久的 那个乐市复牌 然后复牌之后呢 它连续跌了十几天 这个是对中国股市的 这个打击其实很大的 大概有光乐市这个 这个股票大概有十几万 所有18万股民 去买了个股票 损失非常非常惨重 对大家这种心理影响 应该非常大 加上现在有临近春节过年 很多可能有些股民 想落袋为安 等于说在美股 在上个星期二 上个星期一 2月5号暴跌之前 一个星期 其实整个A股呢 就很明显的表现出 市场是很弱的趋势 已经开始在跌了 只是说没有后面的暴跌 那说明什么 说明这些投资者 这些股市的投资人 他们心里是非常非常脆弱的 很没有安全感 那加上2月5号 黑色星期 您指的是中国的投资人吗 对对中国投资人 对就是美股这个暴跌之后 他们一下子恐慌情绪就蔓延 所以跌了 大家发现比美国股市跌的还要惨 从3400多点跌到3100点 整体跌幅超过10% 但很多人都是损失非常非常惨重 那我到现在为止 我都觉得说这只是刚刚开始 后面可能情况会更加糟糕 我在去年这本书里面有预测过 我们待会可以慢慢在一起来分析下这个股市 总体来说不是很乐观 谢谢 所以可以体会到像秦先生还有刚刚月先生跟我们的分析 很多的中国股民 中国的投资人其实心生不满的原因就在于 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受到了美国股市 确实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和波及 是因为他们的原因 但是很多人说 美国华尔街股市处于牛市已经有8年多的时间了 在大涨的时候 中国股市没有跟着大涨 他们没有赚到钱 但是现在美国股市跌了 中国股市却大跌特跌 让他们不仅没赚到钱 甚至还大赔了 那么面对中国股民这样的一个愤怒和不满 我想请教秦伟平先生 合理吗 他们这样的一个反应 我觉得因为中国的投资环境和美国的投资环境不一样 那美国的那个证券市场的监管是非常非常严格 那基本上呢 他们证券市场的表现跟整个经济的表现是相对比较一致的 当然还有些资金面的情况 那中国股市呢 特别中国的股民在2015年达到一个高峰 整个峰值差不多上亿的股民开户 那整个中国股市它那种投机痕迹非常非常明显 几乎是可能90%的股市投资人都是抱着一种投机的心态 他们应该非常清楚说 中国的股市的表现和中国经济的表现是脱钩的 那种炒作啊 短期行为非常非常严重 所以我相信他们也有这种想法吧 就是你不能说股市涨的时候你跟着去赚钱你就很开心 然后现在股市跌了 然后你就去抱怨啊 去骂人啊 这个我觉得是一种投资心理很不成熟的表现 我觉得特别要对中国的投资者要想一话 你是投机的心态还是投资的心态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只有说自己改变心态 加上国家要加强监管 那这样子中国股市可能还有一个比较良性健康的发展 否则它一定会重蹈负责 一定会一波又一波的这种割韭菜 大量的散户呢 是会赔得炫无归 这样一个局面不会改变 谢谢 我们现在在网路上也有一些网友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 稍后再请月仙人也一起来答复 就是这位署名叫傅政辉的网友 他说 美股暴跌 中国股灾 如果不是证明中美经济福祸相依 这就是证明了中国股灾完全是投资人的心理因素和经济无关 另外呢 这位署名小小微的网友 他说 人民币升值 而中国股市竟然不涨 那么还再有这位署名杜三元的这位网友 他说 中共是中国股市后面最大的黑手 我想请问月仙人 这个 我们在这一次看到了中国股市遭受了这样的一个激烈的暴跌之后呢 华尔街日报呢 在这个星期也报道了 就是说 他们注意到了 这一次的这个暴跌 并没有像2015年当时呢 中国以这个国家的国营基金来入场 来互试 来互盘 那么今年呢 看来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这种所谓的国家代表队来进入来维持 那么也因此华尔街日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那就是中国的监管当局呢 现在开始对股市采取比较放任的态度 您同意这样的一个分析吗 这次国家队没有出手 证监会也没有 说出什么 他的想法 证监会保持沉默 所以这个事好像证监会沉默 对股民不负责一样 所以我认为他这个沉默 是值得赞赏的 本来这个市场的涨与跌 基本市场本身的事 说声监会这个沉默的态度是 还有国家队不救市 这是非常对的 这是市场化的态度 市场的事情就像市场的解决 而这次大跌 本身就是市场的问题 大盟市场的问题 并不像开采那位先生说 是中国经济很糟糕 不是那个原因 因为如果真要像这样说的话 我们现在在电视荧幕上 我们也看到 这个是去年 华尔街日报的另外一篇报道 看来华尔街日报 对于中国的证监单位 证券监管单位 是抱持比较赞赏的态度 当时的这篇文章报道 它是以这样的一个标题说 中国证监会主席 刘世瑜治下的中国股市 走向正常化 那么并且说 他实现了中国股市 以前不敢想象的变化 坚定的IPO 还有市场的正常化 那么您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吗 中国股市 这个过去以来 大家一直就认为 刚刚我们也有网友在谈到了 它就是一个中国政府 它就是一个背后 最大的一个黑手 很多人一直认为 中国政府是背后 在操盘的那只手 它真的能走向 全面的市场化吗 秦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是中国股市 如果按本质上来说 我希望中国的股市投资人 应该一个清楚地明白 他不是说 真的是让股民来一起分享 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 然后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成果 实际上 它就是为了以国有企业 包括权贵资本的 它一个融资的工具 然后崛起社会财富的一个工具 本质是这样 当然它会通过一些股票的涨跌 在某一个时期内 让一些股民藏到甜头 就好像一个赌场一样 吸引大家去赌 然后把自己的资金放进去 然后赌场大家知道 最后十赌九输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 本质式的一个结果 关于刚才说 证监会救市的问题 我想补充一点 我认为证监会救市 或者说他们国家队救市 要有几个前提 第一 它有没有能力去救 有没有钱去救 现在整个 他们国家队来说 应该数上 应该余粮也不多了 第一个我认为 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去救市 第二个 从他们的反应速度来说 他们也没有反应速度那么快 研究方案也会比较慢 比较迟钝 第三个来说 他们这次其实找到一个解释 就是美股暴跌 所以他们觉得说 我不就是跟我也没关系 大概就是这样子 可以装傻这样子 我觉得中国股民是肯定不满意的 因为我们不否认说有市场原因 但是你们自己在监管上的一个缺失的责任 这个是难辞其咎的 谢谢 稍后我们也要听听很多的中国股民 到底在美国驻华使馆的微博上面 到底发表了什么样的一个评论 还有怎么样的一些不满情绪 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 我们也有观众朋友在等候 我们想来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 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 在电话线上的这一位是来自浙江的周先生 周先生您好 请说 您好主持人 您好秦伟平先生 我也是你的一个读者 我也买了你的女主 然后的话就是 我是想问一下 有一个现象我观察到 就是说中国 中国人有时候经常会向美国人去发表抱怨 就比方说 以前我们去打那个游戏的时候 打那个魔兽事件 然后中国政府不给开 结果我们就全都跑到美国的网站上面去抱怨了 我想问一下专家 请专家解读一下这个现象 为什么中国人都喜欢向外国人抱怨 好 谢谢 好 谢谢您浙江的周先生 那么既然提到了这一点 我想我们就来这里看一看 那么就在上个星期 中国股市暴跌之后 这个美国驻华使馆的社交微博上 本来是要发布美国驻华大使 它的一个向中国人拜年的这样的一个视频 还有一些相关的贺杰的一些贺年的一些祝福词语 结果没有想到在这样的一个视频的下面 涌进了上万篇的发言与讨论 那么其中大部分都是来探讨有关中国股市的新闻 那么也有很多人把矛头对准了 这个中国证监会的主席刘士渝 那么在上面要不就是要求美国政府进行调查 或者甚至要求刘士渝下台这样的呼声 我们就简单来看看几位网友他们在上面的留言是怎么说的 这位网友他说 由于我们的官网平台禁言 所以借用平台呼吁强烈要求刘士渝下台 两年五次股灾残害上亿股民 另外这位网友他说 请你们美国的记者去中国的证监会采访一下刘士渝 为什么中国股市这么不堪一击 还有这位说 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证监会发布会 对有记者询问今日大跌原因竟然置之不理 装聋作哑 那要你这个部门何用 股市稍有起色就恨不得一个小时一次发布会 出来给自己歌功颂德 临近年关有多少家庭挥泪过节 多少股民是生不如死 最后还有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有意思的一篇留言了 他说他想请问这个大使先生悄悄地问您一声 那刘士渝是不是你们安插在中国政府里的卧底啊 那家伙成功地将上亿中国公民推到了党和政府的对立面 做了你们想干又干不成的事大功一见啊 我想先请教我们在北京的岳先生 岳先生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读到了这个相关的这些网友的这些评论 您能不能理解这些股民他们背后的无奈与心酸 因为他们发现这个证监会的这个官网上是不允许发表任何评论或提问的 那么有记者在提问到对于上周暴跌的情况时 证监会的相关主管却离席而不予不予答复 所以呢在这样种种的一个情况下 您对于股民对于投资人发出这样的呼声 您能够体会吗 那么您觉得在中国作为一个所谓的散户投资人 他们到底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风险 这个现象我觉得怪怪的 有点不可思议 你中国的外国出现了问题暴跌了 你像美国大使馆问什么 他们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所以这事有点意思 但是这可能大部分充满了一些发泄吧 这还是个发泄渠道问题 可能渠道有些不差 又也可以理解他们的无奈 因为这么多年来也没怎么赚着钱 但问题是这赚钱赚钱的两方面看 一是谁让你挣不着钱的 如果是你自己没赚着的 那只能是认赌复苏 那么作为散户在A5的市场 甚至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市场来讲 散户都是弱势者 首先在信息研判 公司调研 资金量大小方面等等 散户都是弱势 也就是说在股票市场 散户天生的就是韭菜 它是很难赚钱的 那么在中国A5 有这么样一个算法 就盈亏算法 流行的一个叫 一算二平七亏 所以说你说散户风险有多大 你就能看出来了 我们无法具体量它的体量 三维 但是七亏 也就70%的亏 你说这个散户风险大不大 所以这可能和美股也有点相近之数 我不知道有没有统计 美国的普通民众投资者 股市投资者 有多少是自己亲自烧盘的 有多少是通过专家理财 委托基金来投资的 这我不知道 但如果他们也是自己独立的 单打独斗 可能和A5这些散户也差不多 所以这就说明一个问题 所以投资者最好别单打独斗 像基金它不就是 投资者小基金的众筹吗 你交给基金 它不就变成大资金了吗 在信息流方面 在调研能力方面 不也就强起来了吗 我认为这可能是为了 投资一个方向 您觉得中国证券监管部门 在各个方面上 是不是还有做得不够的地方 它肯定有不够的地方 否则大伙能不能不满意吗 否则为它一股老趴的那些不动 肯定跟监管有关系 我认为过去 他们很着重于管 就是爱身手 最近这个半年有点变化 他们着重于 监督 也就是制定规则 坚持法治化 这个有点进步 中国监管 他们在有些方面和投资者 是不一致的 在一些 在有些事情的认同度上 他有他的看法 投资者 可能不太认同他们的看法 比如先前的IPO速度过快 还有那个非流动股 以流通股的股份比例失衡 导致解禁股 集中解禁这些 还有上线公司 构成 都是老旗横修的传统产业公司 比重大 新兴产业的高科技公司的比重相对比较小 这些都是管理上和普通投资者 或者是爱国投资者之间 达不成一致的地方 您的看法呢 是达不成一致就可能有一个共同的 好的 谢谢您 我们稍后再请您跟我们答复 秦卫平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股市跟美国股市 有非常大的一个不同 我不知道刚才月先生有没有留意到 美国股市其实在最近七八年 都是一直在高歌猛进 所以在美国股市的投资者 不管是个人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 在过去的七八年里面 是过了一个比较好的日子 都是输意是很好的 然后中国股民大家知道 几乎是没有几天好日子过 整天是提心吊胆 刚才连月先生都承认说是有70%的 股民散户是在亏损 其实实际上如果把这个时间线 拉得再长一点的话 可能超过90%都是亏损的 从这一点上来说 我觉得中国股民应该对中国股市 有个清醒的认识 它不光说是整个监管的问题 它从开始设计上都存在问题 包括说整个IPO 是有些优秀的企业 我们知道成为上市企业 但是很多中国证券市场 他们一些上市企业做假的问题 从IPO开始可能就开始作假 然后后面监管不严的问题 就好像最近很多股民省市产 这个乐视 我们再拿乐视再来做一个案例的分析一下 乐视这个企业 之前在国内是吹得不得了 就是就差不多是非常非常优秀 加上卓越的企业 但最后真相曝光的时候 这个贾跃亭也是 炸在美国也不敢回去的 这个股票让这么多股民 就是把这个故事讲得那么好 最后真相是这样 他们就很惨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这个不是唯一的个案 未来会随着经济形势越来越恶化 会有更多的真相曝光 我对这些股民真的是捏一把汗 这一次上个星期的这个暴跌 只是一个对我在我看来 只是一个比较小10%幅度的一个下跌 大家就觉得很痛苦 需要到美国那个大事馆网站 微博上下面去留言 去控诉 我觉得更应该做的一件事 就是在任何时候 你要认清这个形势 然后珍爱生命远离股市 清仓可能会比较好 这个是可能是指损了一个 更好的一个办法 未来可能在我这本书 我也预测了 在整个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整个A股还会继续腰斩 它现在是3100点 可能会跌到1500点 这是一个 我希望大家要有一个警惕 而不能说随着中国政府 有可能在后面一段时间 它又在拉升股市 希望在吸引社会的闲产资金 去帮它渡过难关 然后A股如果再上涨了 会有很多人又是因为人性的因素 控制不住赚钱的欲望 受到诱惑又把钱投进去 然后最后再一次被收割 我不希望这种惨障再次出现 我真的是想给大家一个忠告 谢谢 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路上 也有不少的网友 他们有他们的看法 这位署名叫小宇的这位网友 他说 美国的股市是让人民 可以创造价值的投资 而中国的股市 就是完完全全的赌博 股市一跌 钱就归政府了 物价一上调 钱也归政府了 政治操纵经济的牺牲品 就是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另外我们还有这位署名 吴景刚的网友 他说中国股市本身就是笑话 习近平上台以后就更是如此 前些年的口号是 万点太低 后来的所谓A股保卫战 为国护盘 一是中国当局 完全把股市当成了韭菜园 割了一些又一些 现在是现有体制 完全不需要股市 国有企业是党的 党直接拨款就好 不用融资 非公企业主都纷纷表示 只要党需要 可以随时给党 那党就自然是有义务负责的 何必融资呢 还有这位署名叫黑夜雨白昼的 这位网友 他说共产党的股市 就是被共产党操控的 抢劫机器 不过也有这位署名叫 山良的这位网友 山良的这位网友 他说没那水平别炒股 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 投机分子非要往股票里面挤 挤就挤还非要去A股 所以还有看来有不同的人 有许多不同的声音 那我想继续请教我们在北京的岳先生 当然您也听到了这个很多股民 他们的反应 那么从过去以来就一直很多人认为 其实是中国政府 把股民有了这样的一个心态 就觉得说如果今天股市出现什么状况的时候 国家一定会出手相救 或者国家一定会出手来维护这样的一个股市的稳定 那么现在如果说在这一次的这个暴跌 就像刚刚也有这个秦伟平先生分析 他认为这只是一个开始 未来可能还会持续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展 我想请教在北京的岳先生 您觉得中国股市有没有可能再次引发 像2015年那样的可能崩盘的危机 接下来的中国股市可能会出现 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态势 好的 我认为这个崩盘危机不会出现 因为2015年的时候 A股这高点这五千多点 现在也有在三千点左右 所以说这个下跌的空间不是很大 再有一个A股的资金构成 已经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以往是资金为主 现在已经让位给积极了 这些大基金 他们这种资金是相对理性的 所以这一点来看 它跟2015年那时候不太一样 再一个中国经济的发展 还是平稳的 虽然增速没有一万块 如果经济平稳发展 经济不出现大问题 它股市怎么能崩盘呢 这就是我是这么认为的 谢谢 很多的中国投资人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网友 也都认为 就是中国股市 它不是一个正常的股市 它是共产党用来圈钱的一个工具 它可能是政府在操纵的一个工具 您怎么样看待投资人这样的一种认识呢 这个认识我认为比较偏激 也比较表面 股市是中国股民人那么多 股市人两个股市加一起都会议了股民 上亿人的心态 哪个政府他能控制住 控制了 确定了 因为股市必定是真金白银在操作 它也没人抢 也没人偷 我认为说政府是黑手的操纵 这个说法好像 我不算是太同意吧 那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在网络上的其他推友 或者其他的网友 他们的看法又是如何 这位署名叫大平的网友 他说一方面在中共的强权管控下 禁止发布所谓的负能量言论 股民没有地方表达心中的愤怒情绪 另一方面美国遵循普世价值 在道义上比中共有绝对优势 所以大家自然就倾向于去表达观点 所以才会出现了许多 在美国领馆微博下的 这样的一个留言 那么另外这位署名 W21的网友他说 指数就是拉升的 你看成交一个多月 都是出比进的多 而且多一倍不止 有两个原因 一是机构炒作 二是前面的国家队互相扯淡 大部分想逃跑 但是官府的压力要唱红 所以跌起来就像山红 这位署名叫王军的网友 他说很多中国人是很无奈的 手里有点钱想要保值 除了股市就是楼市了 所以确确实实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网民 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与意见 我们再来听听在电话线上 这位来自河北的李先生 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 李先生您好 请说 你好 我的观点是 中国的资本市场还处在一个幼年的阶段 中国经济还处在一个资本的原始积累的阶段 所以说应该从经济的角度 不要从政治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美国的股市不是也曾经经历过这个阶段吗 谢谢 再见 好 谢谢您 河北的李先生 我想请秦伟平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 中国正在股市这个状况 我觉得真的是大家应该警惕一下 提醒一下今年的年份是2018年 我们首先看这个股市的涨跌 还要看这个大环境 除了中国经济基本面以外 我们在最近的几十年内 有几次大的一个金融危机 最早的一次股市的暴跌事件是 1987年应该是10月19日 美国开始的这个黑色青期 整个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全球股市 蒸发了大概1万多亿美金 是到现在为止是最厉害的一个股市暴跌事件 那这是拉响了一个整个全球的经济筛退 那大概10年之后 97年98年又是亚洲的一个金融危机 然后在2007、08年 是美国为首的次贷危机 也是波及全球 那现在差不多又是10年周期 到了2018年 我认为说2018年 全球性的这种金融危机 爆发的可能性还是 存在有比较大的一个概率 那其中一个比较大的引爆点 我认为就是中国的一个经济 那中国经济可能很多人 有不同的一个看法 包括阅言生可能认为 中国经济形势还是比较好 那在我看来呢 那中国的债务危机 金融危机可能随时都会爆发 那根据现在2017年得到的 年底的一个最新的经济数据 中国的债务总额呢 已经超过250万亿 超过同期GDP的317%这样子 这个2018年接下来 可能会再创一个新高 几乎是 不管是他们中央政府 还是地方政府 还是各级国有企业 还是民营企业 基本上这个债务的包覆 是非常非常高 它的经济所谓经济增长 都是在高杠杆负债的这种状况下取得的 它很多东西是不可持续的 总有一天这个泡沫会破灭 那什么时候泡沫破灭 我们不能确定具体的时间 但是一旦破灭的话 这个危机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然后我们从个体的 个人投资者或者说 我们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 2015年整个股市暴跌之后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很多资金它因为还是有点后盘 没有进入股市 那最近大概在20162017 它那个楼市是暴涨 然后大家的资金都往楼市跑 那现在中国政府在控制这个楼市 在调控也好 怕那个楼市的危机爆掉 然后可能后面又会再引导 把资金往股市上引 我想这里在提醒老百姓 真的是要看好自己的钱包 对中国的经济形势 还有现在的一个状况 要有清醒的认识 特别要降低自己的一个资产负债率 我在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公告 或者一个叫忠告 如果说你只是你闲散资金 一部分进入股市的话 你可能会亏损 然后你把你全部身家压进去 你可能会血本无归 然后你如果还去负债去炒股 现在有些人是负债 看好股市去炒股的话 你可能会死无葬身之力 我真的是一个良心忠告 谢谢 是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网友 不断地涌入 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与意见 所以可以想见 对于中国股市现在的发展 很多的投资人 其实都是不表乐观的 那么也有很多的担忧 我们在这个网络上 这位署名叫Mirv徐的这位网友 他说中国股市 已经被政府弄得一塌糊涂 国家队也不想躺着浑水了 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Stoin 的这位网友 他说中国股市根本就是权贵 做庄的赌场 进场的散户就是肥猪 还有这位署名1945民国 这位网友他说 中共在大陆搞的这种资本市场 从来都是不按常理出牌 所有的出牌规则 都是由中共自己随心所欲去决定 为共产党组织圈钱 是他们的利益集团筹钱的工具 这位署名叫王军的网友 我们因为有时间 我们想多念一点 我们网路上的网友的评论 那么这位署名叫王军的 这位网友他说 这次的股市暴跌 国家没有责任嘛 说得过去嘛 其实国家怕的就是像2015年 把自己给套进去了 那么另外这位署名 这个叫急影猫的这位网友 他说中共现在缺钱 不收割股市就算不错了 还期待中共就是别傻了吧 我想我们节目最后 还剩下大约两分半左右时间 我想请秦伟平先生 来答复一个我们网友的 一个重要的问题 可能也是您刚刚也稍微提供给 很多的中国股民 还有投资人的一些忠告 那么我们这位署名 叫Doddly Fund的这位网友 Doddly Fund的这位网友 他说呢 他说中国既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股市 又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投资人 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本态 他想请问投资人 应该用什么样的角度 来观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小民意识 这与经济自由的股市 它的区别是什么呢 我想两分钟左右时间 请秦伟平先生 简单答复一下 好 谢谢 我觉得这里面 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比较有意思 然后这位提问的观众朋友 还是经过深思 中国投资人也好 或者中国普通公众也好 我觉得应该思考一个问题 当我们辛辛苦苦赚钱了之后 我们希望通过在资本市场去投资 然后获得一些经济输益的时候 你应该考虑清楚这个风险 你清不清楚这个游戏规则 你如果对它的本质没有看清楚的话 你可不可以不要一次又一次的去上当竖片 或者说一次又一次的这种 满伤寒累累这样子 应该要长一些记性 他们中国现在这个股市 本质来说 它就是一个为他们国有企业为主 包括一些权贵 来洗劫财富的这样一个工具 它来真正的资本市场 然后为社会创造更好的价值 然后让整个社会大众来享受 它的一个经济增长的成果 我认为相去甚远 包括我们现在普通的投资者 包括2015年最高峰的时候 有上亿的股民 这个投资者的心态也是非常有关系 大家要有这种长期的投资的心态 而不是短期炒作的心态 这里我觉得政府和公众 我应该各打五十大板 大家都应该反思一下 那对于中国政府来说 你是何则而鱼呢 还是说长期的要维持这个经济的发展 维护社会的稳定 还是说你短期只管小集体 然后捞钱就好了这样子 这真的是一个长期的发展 因为中国经济 它确实是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企业 应该是鼓励这些优秀的企业上市 然后服务公众 而不是说你不管黑白 不管好坏 然后都是以自己利益最大化为主 然后牺牲广大股民的利益 这是非常不对的 谢谢 好的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 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 我们再次感谢在北京的岳福音先生 还有在美国的秦伟平先生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 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晚时事大家谈 将与您继续来探讨中凡建交谈判 教廷为何向北京低头 也请您按时的锁定 我是郑玉文 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观众所在